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鼻妹 有些老伙计收睇了我的视频之后 他就会发觉 为什么我还要学粤语俗语 现在都不流行的 老鼻子说的 现在流行潮语 但是不是 我可以很负责的跟你说 学粤语俗语是 得个字字 但是除了得个字字之外 语言也是一个本土文化 热爱自己的本土文化 就是最好的推广 做人是不可以忘本的 好了 言归正传 我第一个要说的是 这句话我们看电视也听得多 平时也有说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句话的来源到典故呢 其实这句话的原句就是 这句话的原句就是 这句俗语是由 煮鸦片煙而来的 那我们都知道 煮鸦片煙那时候 不是哦 大家没煮过 我们都都讲过 煮鸦片煙那时候 水多黄就窒气 水少就太蝶 蝶就是代表了 鸦片煙煮坏的意思 这句蝶就是说 形容大事不妙 惹到大麻烦的意思 后来蝶这个音 慢慢就讲成 结这个音了 通常有这句结的 后面 只不如会想一句 我今拖看你怎么修科了 那这个修科 这个科字 原是指戏剧中人物动作结束的意思 即是指结尾的意思 那修科的意思了 那如果过程之中 出了少少差错的话 就会收不到科的了 另外教到你一句 Semi唱过手 殺科 现在只好殺科 那这个殺科的意思 就是怀使最后一场的意思 最后一个也是最经典的一个 湯猪凳 那这句话 是由于 旧时候 湯猪就要用一张凳 行内人就称这张凳 叫做湯猪凳 所有的猪一琴都上去 就预了被人积湯 即是送命的意思 后来就比喻 一些命硬 或者是黑肤的女人 就像这张凳一样 一琴都上去 就会无命的意思 那第二个版本 好搞笑的 但至于真不真 就有代考证 那在旧时 有个很漂亮的女人 他嫁了三次 都未嫁得成 那这三个男人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是其在 这三个男人 跟他拜完诃之后 都死于非命啊 而这三位男人 就分别姓湯 姓朱姓邓 那自此以后 就再没人娶过这个女人了 那后来那些人就说 这三个老衬 湯猪邓 就把他读成 湯猪邓的鞋阴 即是说 比怨女人 明凡黑肤的意思啊 那好啦 快乐的时光很快 又是时候跟大家说拜拜了 但是都要考下你 拉柴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的话 在底下留言了 好啦 今天大美妹的视频 暂时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 关注转发家庭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